你過去傷害別人很多,傷害眾生的事很多。 那你今生身體不健康。 這是根本。 為什麼有些個醫生沒辦法治療的病, 他求三保加算,他會好的。 誰又在業障消了? 業障消了,富邦來了,不但病好, 生活條件,一切都起變化。 業障消失了,說要看,那誰要看的? 這是四間像,有些病是治不好的。 為什麼?業。 你所造的業因,現在成熟了業果。 這才叫政治正見。 我聽到有些道友, 我這麼拜,這麼磕頭,這麼念三保, 為什麼還讓我生病啊? 讓我遇見,竟是不愉快的事啊。 他會產生邪見的。 他胡思亂想,探生邪見。 三保沒加持啊,幸福沒得用啊。 你所造的業障, 背水車薪。 你那個業障啊, 一車的彩虹燒了, 就是你的業障有這麼大, 像一車的彩虹那麼大。 你種的扇子有一杯水, 拿這個扇,想把它樂業低消, 辦得到嗎? 怎麼辦呢? 家裡得修善。 我唸一聲不行, 唸佛和阿密多佛和阿密多佛不行, 唸一萬聲, 晝月不停地唸。 什麼都放下。 等你這個業成長了, 那個樂業低了, 自然效果就大了。 同時呢, 你這個福的沒那麼大, 你唸佛菩薩。 不菩薩地加持你, 是你業障消失。 但是最加持你的, 是你自心。 你能唸的菩薩, 能唸這個心, 它已經變成疾散了。 實際上是你自己加持自己, 也還不是菩薩的外力。 如果我們推崇, 觀音菩薩, 地獎菩薩, 因為你唸, 勸人家道友生信心。 噢,菩薩加持力。 同樣的面, 人家唸十聲, 你唸十萬聲, 相差天怨。 但是人家十聲的呀, 至心, 誠懇一心。 你免以十萬聲, 又在, 又在,又又又在在的面, 效果不大, 十萬聲不如十聲。 不要抱怨, 好多佛弟子啊, 在那個因果的關頭, 他沒有深入, 變成邪見, 不如因果。 有些個, 他的目的, 願望沒達到, 本來是信三寶的, 他反倒, 放回三寶。 沒達到他的欲望啊, 他不知道, 你求的, 敢, 還不夠。 因為你那個因啊, 過去那個因啊, 那葉啊, 太重了。 現在你集裡的這個善呢, 跟那葉不相趁。 不相趁呢, 轉變不動, 轉變不了。 那得怎麼辦? 加倍地修善。 等你善的葉, 力量大了, 那葉的力量消失了, 消除了。 一定相信善那因果。 我們好多的道友們, 修道友障礙的時候, 他不回顧他自己的業障, 這是他的業, 讓他道不能成就。 他反倒抱怨三寶, 沒有加持, 是絕對錯誤的, 增加你的樂業。 為什麼有的道友, 他會有這種思想呢? 業障很重。 就是業障重的, 表現的另一方面。 好多問題, 我們那個信心的力量啊, 沒入味, 不夠。 隨著世間的煩惱, 雜慧, 雜亂的心轉。 不能隨他的清淨心, 來轉變, 消除了業障。 那佛說這個十輪呢, 這是我們最根本的, 十那輪。 貪嗔慈, 撒稻金, 妄言兩者其云的口。 在母尼基戒律上要求的, 只要是, 是你現身的行為, 能不犯事實就好了。 但是沒有講華人, 可不是這樣子。 要絕對深入, 都要靠這個道道, 到它本子, 到它性體。 你必須要達到真正的慣想力, 慣想力呀, 就你修行啊, 你修行的力量, 有什麼力量呢? 達到廣大入法界, 究竟入虛空。 你到這有這種力量了,一切業障全消了。 你徹底消滅業障。 再不會有抱怨,再不會有渣雨。 某一個時期,如果我們倒立,向前進了, 業障也跟著來了。 懂得這個道理嗎? 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在這個觀念上,道友一定要見識到。 師那輪。 我自己心裡想,昨天晚上我想, 看著這大城大的師那輪講這些個,很粗糙。 讓我肚子餓了。 有點小吃,鹹菜。 讓兩個窩過頭,玉米磨磨。 你馬上就解決問題。 吃飽了,就點鹹菜吃了,喝口開水就行了。 肚子飽了,肚子很嫩。 你不吃,等六盤菜,八盤菜,或者麵條包子餃子, 買那麼多花卷,買那麼多東西來。 肚子照樣的呱呱叫嫩。 現在不是什麼情況。 業障很重,不要把自己看成了很了不得。 把自己看成了自己,業障很重,道不成。 有道啊,障得還是很多。 為什麼我跟座位說這樣話呢? 我們這一個法,就是藥。 害病不要吃藥嗎? 。 佛的法就是藥。 治覺你的貪真策。 治住你的神德業。 不要因為自己替法了,修行了, 出家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 我出家七十多年了。 照樣沒中,業障現前的時候, 你的力量和抵擋不住。 業不能業障。 跟你的所修的道理,不能平衡。 那個障礙,多數的超過你的道理。 為什麽我有這個感觸呢? 現在咱們大家在這個解像南京, 用功。 但,道理進步了。 但是,業障也隨著它增長。 有的道友向我講, 我們普世祀是打天成賽。 外圓很好。 不少。 而是什麽? 解緣的數字也很多。 隨緣的也不少。 很多人都修善根。 不需要善也增長。 業障的障道因緣也會隨時來的。 。 我道高於什麽高於大。 凡事解像南京之後, 真正修行的啊。 我不修行啊,不限的。 病苦就來了。 什麽原因? 這就是季節的性的問題。 其實就是業的問題。 我經常這樣想, 等你休息進一步, 障大就十步就來了。 你進了一村, 你倒就高一尺。 你進了一尺, 倒就高一, 那個磨業就高一丈。 倒高一尺, 抹高一丈。 所以你逼的, 你逼那個業障發現。 那個業障本來還不發現。 因為你要很快成就。 很快成就, 那業障就發現了。 因此啊, 在這個業障來的時候, 要不認識他。 要不認識他。 別不認識他。 不認識他, 那些反的結果, 相反的道果。 認識他了, 就不為所害了。 決定相信因果。 不認識他。 所以啊, 佛跟大飯天說, 大飯嘛, 世命十種無依行法呀。 這十那業的十輪呢。 這個那業障要有, 你想修定。 十個有一個, 定修不成。 我說修了生死, 連人類的, 天道的善根都不會有。 所以那業障了, 變成三那道了。 不是三三道了。 還能成就二成嗎? 能成就三成嗎? 能成就菩薩成佛的定嗎? 哪個定也得不到。 所以, 這十種無依法, 如果有一樣, 有十那業。 你修哪一行, 一點都成不了。 預計的三根啊, 修人天的果不, 都成不了。 那還要想, 行那個, 三成的道果。 不可能啦。 我前頭有的, 以前修的, 善根。 這是對天道說的啊。 天道, 人道的善根。 現在也退失了。 先前成就得都堕失。 那現在還能增長嗎? 。 佛根大方天說, 如果你行法的時候, 沒有善法可依, 叫無依行啊。 沒有善法可依。 那你沒有依不依善法, 那方就以那法呀。 以那法, 你造了種種那業。 你所行的, 都是那業。 這個, 實無依法呢, 沒有善法可依, 就叫無依。 要修定的人, 在這十種當中, 有一種, 想抽個仁天國, 生仁天的福報, 都不能得到。 所以我們做人說吧, 我無災無害的, 過這一生。 平平安安, 吉祥如意。 無災無害的過一生。 這個都得不到。 得不到。 你怎麼樣無災無害的過一生, 得靠你的上根呢? 你能把過去的那業, 不善的種子, 把它都轉變了。 自然的善根生長, 出離三界。 何況預計, 預計的, 人天的福報。 所以現在我們作為道友, 能夠共同的, 學這些佛法, 學的, 忠誠,小誠,大誠, 全都學了。 無量生, 難得遇到。 要遇到了學, 我們不是要求成就的, 人天善根。 不是為了人天的福報, 也不是要成個俄羅漢, 二乘的果報, 也不是想成全程的菩薩。 不求人天的慈善果望。 但是你這個, 菩提心, 堅固, 永遠不退斷。 菩提心就是, 普賢恨的, 大的覺悟心。 同時呢, 大的福的心呢, 是不為自己求難樂。 不是為我自己, 想得一點點好處。 那願什麼呢? 求什麼呢? 但願眾生得幸福。 越深的困難的時候, 環抱的時候, 災禍難人的時候, 災禍難人的時候, 都不受。 這個時候你發菩提心。 大願心。 可我現在受這個苦啊, 願一些眾生都不受, 那我替他們代受了。 有這個大菩提心嗎? 當你受苦是不是? 說人人人都想脫離苦難。 但是, 不但不求脫離, 我還有發大心。 我願一些眾生, 都對他們受了。 這是大福災啊。 這是, 這叫秘密法。 我和寶寶說成秘密法。 如果你這樣想, 當你苦難的時候, 你不但想, 而且這樣去做。 你跟普賢菩薩, 文術思理菩薩, 地上菩薩, 光思音菩薩, 或等候。 雖然你地位沒到, 但是你這個心呢, 達到了。 新陳, 一些發生。 那我這兩天病也, 病也很多, 老跟病啊, 纏到一起了。 很不舒服。 不但我病, 我身邊的小道友, 一個死者病了, 兩個死者病了, 三個死者病了, 還一個走了, 到外地去了。 沒了。 人帶病來, 那我自己也都害病了。 我這麼想, 反正我害, 一個病也是病, 兩個病也是病, 再多點兒也沒關係, 全都替他們瘦了。 。 你發了這個病, 身體不大舒服, 心裡很舒服。 心裡很舒服。 什麼? 他把病忘了。 有好多的事情, 我可以跟大家做證。 你在苦臭的時候, 或者病會也好, 受難的時候, 什麼不舒服, 趕緊好。 這個時候啊, 你生道心。 道心, 土地道心, 越大越好。 就是, 發大怨。 我來返回來, 回來的時候呢, 你心裡說, 得難樂。 得難樂, 得到快樂, 得到享受。 這我可跟大家證明, 我好多事都是這樣。 越在苦難的時候。 越在苦難的時候。 但是得要得相遇。 我不能相遇。 什麼不能相遇呢? 那過那時候就忘了。 那個, 那個大怨, 大恨啊, 不能相遇。 只是一時的。 這個功力不夠, 不行, 有長時間的。 正面一樣的相遇。 血見呢, 要得一切就斷滅。 大心呢, 才能漸漸地掙扎。 大心, 大怨, 大行, 大慈, 大悲, 不是容易的了。 人人人都想做。 一進, 一進, 宇宙挫折了, 就斷了。 就退回來了。 發了大心, 一發。 發容易。 不容易。 但是最容易失掉。 堅持, 不容易。 堅持, 不容易。 堅持, 不容易。 不容易失掉。 而且很難得發。 對經發心。 沒有經理, 總發不起心了。 欲有警戒相了。 這要修三根。 修三根的目的是什麼呢? 轉變業呀。 或者大怨, 大心轉變我過去的業呀。 為什麼我現在想做什麼都不如意? 做不成。 為什麼? 業障太重了。 那你把業障消了嗎? 消業障, 靠著你發大怨大心了。 叔叔, 我們要想修善根, 得把過去的業轉變。 我們修的一切的業呀, 都在這個十五一行裡面呀。 不是依著大菩提心生的了。 現在我們講的十一行。 這就是第一種, 還有呢, 還有十五一行的。 福祉大梵, 又有十種, 五一行法。 這個比禪的十一, 深了。 你十樂也深了。 這十輪, 意念的問題。 意念的問題就是我們說普通說話吧。 如果你思想有問題, 不錯, 全是思想問題。 思想就是有問題。 思想沒問題的時候呢, 過去的因, 都能轉化。 思想有問題, 過去因呢, 轉變不當。 我們不要把我們 或者一天, 念上五萬聖佛, 刻上一萬個頭, 不得了了。 慢說你還做不到, 你做到了。 轉變很困難。 轉變很困難。 造變很容易。 也造成了, 把它給轉變, 把它消失了。 很難很難。 因此呢, 佛又跟大飯天說, 還有十種無依法。 你修定的時候, 也修不成, 也成就不了三目的。 以前我要修的了, 有了基礎了, 有了基礎也會退屍的。 沒入位的很容易退屍。 為什麼二成人怕? 怕退屍。 他怕行菩薩道。 菩薩道沒行, 把我以前的道理都退屍了。 就是這個道理。 這實際上比前途難, 還難。 一者,樂作事業。 二者,樂作談論。 三者,樂作睡眠。 四者,樂作迎求。 五者,樂作驗散。 六者,樂作妙生。 七者,樂作芬香。 八者,樂作美味。 九者,樂作詩諷。 十者,樂作詩諷。 看來這些是隨煩惱。 在煩惱當中,隨煩惱。 不是貪神,是根本煩惱。 隨煩惱更難斷。 這十種啊,隨便你有一種, 你修定修不成。 就是你修道成不了。 大凡天你應該知道啊, 這十種無一法。 要是修定的人, 要是修定的人, 誰有一種, 三末地成就不了。 是吧? 以前修成了, 以前修成了, 現在也會死掉。 因爲什麽呢? 因爲它有這十種, 有一種, 就會死掉。 就是把過去的, 所有的好處死掉了。 現在好處還沒修成, 過去的好處也死掉了。 這十種只要有一種。 加上前頭的十煩惱, 加上這一個, 十個,二十種。 無一形化。